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台铁高铁在今天宣布 依照秋冬防疫专案 从12月1号开始 只要进入了双铁车站 即使呢只是在大厅或者是售票处 这些闸门区以外的地方 现在提醒大家都一定要强制的戴上口罩 如果说您想要吃东西的话 也必须呢要在能够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也是1.5公尺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短暂的脱下口罩来饮食 如果劝导不听的话 最高可以罚一万五千人 现在台铁是规定呢 旅客进到了收费区里面才有强制要戴口罩 不过从12月1号开始 只要您是一踏进台铁的大门 就必须得戴上口罩 天气越来越冷 就怕又迎来疫情高峰 台铁高铁依照疾管署的秋冬防疫专案 寄出更严格的口罩禁令 密闭空间或怎么样 反正人多的地方都要戴口罩 现在很多国外的已经都很严重了 而且进来的有很多都是 已经有感染的被隔离的 那很容易就是会扩散 新政策为了守住疫情防线 民众大多乐意配合 原本旅客进入双铁的闸门区 也就是逼卡付车票之后才要戴口罩 不过从12月1号开始 只要一进到双铁车站 即使只是站在大厅或售票处 也要全面强制佩戴口罩 如果真的想要吃东西 也得确定保持社交距离 才能短暂饮食 吃完了就得赶快再戴上口罩 各车站的这个商场 台列局会通知我们的立约商 必须要配合 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律定 新规定就算是在车站的美食街 商场也通通不例外 要是旅客不配合 不仅会被拒载 最高更会吃上一万五千元的法单 谢谢张同龄和荣台北采访报道